亲爱的小朋友们,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小熊宝宝绘本 十三 散步 天空下起了大雨 雨水连成了线 敲打在地上噼里啪啦的 小熊不能出门玩了 失落地趴在窗台前 望着窗外 只有窗边的小木偶 高兴地陪着它 呱 什么声音 小熊好奇地望向窗外 呱呱 小青蛙跟着妈妈在散步 哦 原来有四只小青蛙 跟着青蛙妈妈在雨中散步呢 过了一会儿 雨水变小了 打 是谁在窗外 小熊站起来望向窗外 嘎嘎 小鸭子跟着妈妈在散步 哦 原来是五只小黄鸭 跟着妈妈高兴地在雨中散步呢 哇 小熊 小熊坐不住了 看出了小脑袋 哇 小狗跟着妈妈在散步 哦 是四只可爱的小狗 跟着妈妈在雨中散步呢 雨停了 啪 小熊探出身子,望着窗外 啾啾,小鸟跟着妈妈在散步 哦,有五只小鸟跟着妈妈在空中快活地飞来飞去 天空放晴了,一条美丽的七色彩虹挂在天边 小熊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小熊也要去散步 和妈妈一起去散步 手拉着手,去散步 留下了孤单的小布偶在窗边看着快乐的小熊 小熊终于可以去散步